各位善男子 各位善女人 请大家抱拳 随我念 三元三平 古真仙 九宫八卦 蓬朝远 玉地监有功德大 赤丰天地水三观 三元赦罪天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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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放全 各位善男子 各位善女人 今天我们继续三观经的讲解 那么前面两讲呢 我们讲了 受持三元灾法 忏悔法门 这一些功德和利益 那么今天继续讲 今天是第三讲 上次已经讲到经文 经历鸿声 祈福福治 然后祸消 请大家先请出经文 翻到仇人兵判 冤家再祖自消自灭这个地方 仇人兵判 一切的冤家 一切的仇队 成此精功得力 能够消散 能够得到解释 冤家再祖自消自灭 一切的冤家再祖 过去的 现在的 都能够得到消除 而且呢 各发忏悔之心 能够回心向道 所以能够自消自灭 孤魂等重 就选七祖 四身六道 轮回生死 孤魂 一切的孤魂制破 也就是寒灵慧煞 九种十类 一切无似孤魂 九玄七祖呢 在上一讲的话呢 已经解释过了 也就是指一切的先王 一切的先祖 那么四身六道 这儿呢 要给大家讲一下 四身就是胎生 软生 失生 化生 这是四身 六道就是天道 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魔灵道 和人道 一共呢 是六道众生 轮回生死 轮回就是说 生死无有修庭 如车轮轮转一样 所以轮回呢 也称为轮转 轮转于生死苦海之中 那么所有的这些受苦的众生 轮回生死 因为死经的功德之力 出离了地狱 这个地狱 就是表示苦海 表示出离了苦海 得度了光明 往生了仙界 那么在这儿的话呢 这个天尊呢 强调了死经功耗力的不可思议 同时呢 也向众生介绍了太净土法门的殊胜清境 所以出离地狱以后 这些一切的受罪的众生 去了哪里了呢 即往东极天界 救苦门庭 这一句经非常的重要 这一段经 重点也是在这里 也就是说 天尊在这里 向我们着重介绍了 太以净土法门的殊胜 所谓净土就是清净无染之土 也就是仙界 也就是所谓的天堂 即往东极天界 即往东极天界 为什么重点要介绍东极天界 往生的是东极天界 这和太以净土所成就的这位主神 太以救苦天尊 有密切关系 因为天尊红世愿力生 以亿万节发广大愿 发一个什么愿呢 就是寻生救苦 发寻生救苦的红愿 众生只要是能够心依净土 闭门太救苦天尊的救把 所以在经中就讲 此东方唐乐世界 有大慈仁者 太以救苦天尊 化身如横沙树 物随应生 神蓬无量 功行无穷 寻生救苦 应物随机 这一段经文呢 是在太以救苦护生经中 天尊所说的 所以向我们重点介绍了 东极妙颜宫太净土的这个书圣 东极妙颜宫太净土有怎样的书圣呢 在清华报告当中就讲 清华常乐界 东极妙颜宫 七宝方千灵 九色莲花座 万正环拱内 百亿瑞光中 欲亲领宝尊 应化玄缘时 浩劫垂瓷祭 大迁甘露门 妙道真身 紫荆瑞下 随机复感 誓愿无边 从这一段报告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太净土的书圣 以及太救苦天尊的弘室大愿 那么这一些罪魂到了太天尊的净土当中 也就是救苦门庭 救苦地上好修行 只有天堂无地狱 只有天堂无地狱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就没有了任何的苦恼 没有了任何的灾难 也没有了任何的冤家 没有了任何的仇队 这里非常明确告诉我们一点是什么 只有天堂无地狱 唯有天堂是最快乐的 唯有天堂是最安养的 唯有天堂没有地狱之身 所以这里用的这个经文 用了两个词是只有 只有也就是仅有的意思 仅有的意思 只有天堂无地狱 那么这些众生 往生的太净土以后 成太旧库天尊 红氏愿力的接引以后 能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呢 阎王一界不敢高深 同此夜叉 勤传拱手 牛头马面 总敬归一 能达到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能达到这么样的状态 那么阎王一界不敢高深 同此夜叉 勤传拱手 牛头马面 总敬归一 为什么能达到如此的这么殊胜的一个状态呢 就是因为持经之人持送三元灾戒 忏悔法门 断食恶 修食善 所积累的这个福报 那么因为所积的这些福报 阎王见到你都非常的恭敬 童子夜叉呢 能够勤权拱手 牛头马面呢 也就归一 那么所谓的归一 就是说道高龙虎虎 得众鬼神清 三界大魔接拱手 十方外道西归一 为什么能够归一 就是因为你修学三元灾戒 忏悔法门 断食恶 修食善 所修的这些福报 另外还有天尊的红世愿力 天尊的慈悲皆盈 天尊的慧力 加持所致 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要非常的重视它 要深信太乙 净土这个法门的书份 从而我们也可以看出 就是你要修学 你要往生到这个太乙净土当中 并不是一个方法 而一个法门 而是多个法门 你念太旧库天尊六字鸿鸿鸣 也可以往生到太净土的 那么你修学三元灾戒 你修学这个三元的忏悔法门 你断食恶修食善 也是可以往生到太净土的 那么修学的法门 法门不同疏疏疏而同归 所以有一句话 古德就讲了 说归原无二路 方便有多门 到最后的目的是一样的 但是法门有多种 法门多种 无非是方便社教 就是众生根据不同的根性 采取不同的修学的法门 从而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就是出地狱上天堂 就是阎王一介不敢高升 童子夜叉秦拳狗手 牛头马面总经归 那么阎王一介不敢高升 童子夜叉秦拳狗手 牛头马面总经归 这段经文 王长岳祖师在龙门心法中 曾经有开示 有一个公案 讲的就是这一段 这个经文 王长岳祖师非常的慈悲 他开示众生说 过去有一个道人 在蒲团打坐的时候 这个鬼族啊 就把他这个魂呢 就狙击了 然后呢 地府成中了以后呢 这个鬼族就看到他了以后 非但不礼貌 非但不礼貌 而且呢 要这个 这个杖啊 棍杖啊 要加深 这个道人啊 就说啊 我是太上弟子啊 我是出家人啊 你对出家人怎么那么不公斤啊 然后这个鬼族就说了 说这位道长 我们大王有令 凡是来我地府门中 修行高的道长 肾上都是尽广道气 我们大王有令啊 让他到茶厅奉茶 可以到地府城中去喝茶 说我借你一身的黑气 你不是修行人 这也不是你呆的地方 赶紧速速离去 这个修行的人呢 在普团当中啊 从镜中回来啊 是一身的冷汗 因为镜中的这个情形是 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清晰 啊 说不得了啊 这个我不修行 果报那么的惨烈 我得好好修行 从那天以后啊 他开始精进修行 修得非常的好 有一天呢 在扑团之中呢 又来到这个地府城中了 当他第二次 再来到地府城中了以后啊 这个贵主见到他就跪着相迎 说仙长请进 请茶厅奉茶 啊 你看看 同样一个人 修行不同 待遇就不同 是不是 第一次是要加棒领声 第二次是茶 这个茶厅奉长 而且是跪地相迎 所以 你们要做到 燕王一介不敢高深 童子夜叉 擦秦拳拱手 牛头马面 纵尽归一啊 那就得要虔诚地修学三缘在界 要虔诚地行持 要虔诚地行持忏悔法门 愿断食恶修食善 要众善奉行 诸文莫作 这样才能够达到 经上所说 燕王一介不敢高深 童子夜叉 擦秦拳拱手 牛头马面 总尽归 否则啊 地狱之苦啊 难逃难脱 所以祖师也非常的慈悲 你修得好了 那就是赏你啊 你修得不好了 那就得罚你 这个罚啊 是神罚你吗 不是 是神赏你吗 不是 是自己赏自己 是自己罚自己 所以感恩篇就想啊 善恶之暴如影随形啊 或夫门为人自招 一切的福报也好 一切的罪过也好 都是自己感召得来 不怨天不怨地 怨你自己修得不好 是不是啊 到那个时候哭天喊地啊 没有任何的用啊 所以过去的祖师就写了四句诗 怎么写的 如风盗瓣 是非情 潮斗 啊 拜斗朝真 最上阴 既去三元 经数句 阎王一戒 不高神 你看你修学任何一个法门 只要你修学好了 你就啊 免言罗之苦啊 免地狱之苦啊 免地狱之苦 所以 法法平等 乌有高下 你不管你是修学 太以救苦天尊的六字鸿鸣 保好 还是修学三元灾戒 忏悔法门 还是修学 断食恶 修食善 都是一样的 福不堂捐 功德无量 那么阎王呢 地府城中一共有十殿阎君 啊 一共有十殿阎君 这十殿阎君是哪十殿阎君呢 第一殿 是秦广大王太素妙广真君 第二殿是楚奸王大王应得定体真君 定修真君 第三殿是宋帝大王动名普敬真君 第四殿是五官大王玄德武灵真君 第五殿是阎罗大王最圣耀灵真君 我们平常说的阎罗王就说这个五殿阎罗 啊五殿阎罗 第六殿是汴城王 汴城大王保宿招臣真君 第七殿是泰山大王筹官明理真君 第八殿是都市大王非魔眼庆真君 第九殿的是平等大王无上阵度真君 第十殿者是轮转王大王武化威德真君 这一共这十殿阎罗 啊所以说救苦天尊坐连台 十殿阎军两边盘 判官展开生死部射召灵魂受度来 这十殿阎罗是救苦天尊 十方救苦天尊所化 啊一共是十位 在这里的话呢 大家还是要继续的了解啊 这个地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啊因为紧接着就说一十八重地域欲逾遥 这一十八重地域啊 在中国老百姓当中啊 好像地域分十八成 其实呢 十八重地域并不是说十八成地域 十八成的地域 而是说十八种地域 啊这地域是不分层的啊 我们一般都说打入十八成地域啊 就好像打到最最底下的那个地域了 其实地域是不分层的 那么什么叫地域呢 所谓域者 皆随死者所及之恶 以其有欲 为之报对也 非直截如阳士官府有一定之灵欲也 什么意思这一句经 所以地域啊 它是根据人所造的恶 所实现的 它没有固定的欲所 不像阳间啊 有固定的欲所 众生造什么样的恶 产生什么样的地域 这个大家能明白吧 就是因恶而感召的这个欲所 所以过去祖师也说了这么一句话 天堂地域在星头 善恶分明祸复游 富贵不见贫贱乐 可生可死有何仇 这个地域也是从星出来的 你造什么样的恶 什么样的恶业 感召的什么样的地域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它没有固定的欲所 比如说我们道教的这个破欲 这个法式当中 破这个欲是什么呀 比如说给这个人做道场 这个王文做道场 他可能下了什么火车地域了 那咱破要破什么地域啊 就把他那个火车地域给破开就行了 并不说把所有的地域都给破开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 在理解上 因为民间一讲的话 18层地域就好像这个地域是一层一层的 其实不是那么个意思 所以要把这个地域呢 要了解 要了解 那么这18层地域啊 也叫18域 这18域呢 在道教的铁罐诗诗科医当中呢 就有破这个18域 也有18层地域 18层地域的这个名绘 有这个名字的啊 什么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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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第一层地域呢 叫风雷地域 刮风的风打雷的雷 风雷地域 零四翼 这个地域里有什么呀 有风 有雷 东方的风雷地域 那么这个地域里面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东有风雷地域 常有黑风 震雷霹 啊 刮的是黑风这个地域里面 啊 而且呢 打这个雷 霹雷 飞鸽飘几义 冲突醉人 风解肢体义 万劫受苦 不舍周夜 又刮黑风 啊 又是霹雷打雷 而且在这个打的过程当中呢 有这个箭 有这个刃 飞过来 把这个醉魂的这个肢体呢 给封解 万劫受苦 入了这个地域以后是什么呀 万劫受苦 不舍周夜 白天黑夜 也就是没有止息的意思 没有停止的意思 啊 就在那儿受苦 这是东方的风雷地域 那么第二层地域 第二重地域 叫火翼地域 火翼地域 顾名思义 就是蒙火燃烧 这个地域里全都是蒙火 蒙火燃烧 那么这个地域在哪个方向呢 在南方 南方有火翼地域 有诸罪人 有诸罪人 这些地域当中的这个众生呢 这些罪魂呢 怎么样呢 吞火石炭 吞火石炭 为火所烧 头面焦烂 头戴火山 皮肤骨肉 节节生活 万节受苦 不舍昼夜 所以啊 我们这个是 为什么要做超度啊 做超度啊 放咽口 也叫放咽口 为什么叫放咽口 就这个鬼里啊 鬼啊 嘴里在喷火 啊 嘴烹火啊 这个鸡颤 鸡颤蒙火可饮同容 所以这个火翼地域里面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啊 我这次啊 我就是 在讲经之前 背这个课啊 过去吧 也念这个太上道经说 解缘拔罪妙经啊 说竹鲤刀山 身腹铁掌 遍体流血 背好车铁 念的时候吧 没有这次去把这个地域 这十八重地域 这个情形是怎么样的 去了解 没有这这次这么深切 这个写的时候啊 都是毛骨悚然啊 所以啊 就是说 人有畏惧 它是个好事 天不怕 地不怕 最可怕 所以太上也就说 人之所谓 不可不畏啊 我们作为信道的弟子 要畏地狱之苦啊 不要不害怕啊 不要不害怕啊 要畏地狱之苦 不畏地狱之苦是断善的因啊 你地狱都不怕了 那你肯定会去造罪了 什么都敢做了 啊 作为信道的弟子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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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三个地狱 那第三个地狱 是叫金刚地狱啊 金刚地狱啊 金刚地狱 这个金刚地狱呢 是在西方的 西面 所以我们这个念经的时候都会念这么几句经啊 其实这四句经就讲了两个地狱了啊 啊 西岁金刚地 金刚地就金刚地 北面含冰苦 明冷地狱 明冷地狱 东向蓬莱岛 南向朱灵宫 那都是好的 神仙住的地方 那两个地方都是亡魂受罪的地方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西方呢有金刚地狱 这个金刚地狱里面的这些罪人是怎么样的 金锥铁杖 乱考无数 肢体赖化 鸡骨凌弱 铁刹穿腹 金锥塞心 万劫受苦 不舍昼夜 都是万劫受苦 这个苦不是说一天两天呢 他是没有止息的这种苦 啊 这种受报 另外的话 我还得要跟大家说一句什么意思 这个祖先在地狱里受苦啊 羊上的子孙就不安 干啥事啥事都不好 干啥事啥事不成 干啥事啥事都不顺 啊 还有这么一个关系在里面呢 你想啊 他在地狱里受苦 他羊上的子孙他能好得到哪去 不好啊 那么相对来说 他如果是在天堂里享福着呢 他羊上的子孙也都特别好 他能怎么样 他暗定了他能保护这羊上的子孙呢 是不是啊 他自己都在地狱里受苦着呢 他自身都难保着呢 他能够保佑这羊上的子孙呢 他保佑不了 所以在我们老家啊 经常说的是什么一句话呢 是这么说的 神仙祖宗保佑 哎 神仙祖宗保佑 神仙也要保佑啊 祖宗也要保佑 那祖宗保佑 祖宗就管这一家子就行了 神仙是要管全天下的 普天下的众生的 是不是啊 所以他就说啊 要神仙祖宗保佑 这个祖宗要来保佑你啊 那他就得要在天堂里要享受 他过得非常的好 他才有这个能力来保佑他的这些子孙 啊 所以有一个老太太 她跟我讲 她说 我啊 97了 不想火了 饿死算了 哎呀 我说这不行呢 我说你饿死是个饿死鬼 饿死鬼了以后你的子孙就不好啊 另外我说你还是个冤死鬼 你还不想死 你呕着气的 他一想他摔了一跤 是不是啊 哎呀我那么大年纪了 我省得连累别人了 我死了算了 他就本来还能吃呢 他就闭住牙咬尽牙了 他就不吃了 他要绝食了 就我饿死算了 我说你饿死是个饿死鬼 你一让他饿死了的话 他的子孙能好的大人哪去 连那个什么城都进 那就是在王寺城里面啊 王寺城里面 那都叫做王寺啊 王寺城里 那是冤鬼 是不是啊 后来我跟他一说 他良心发现了 一想 哎呀我死不要紧 但是我不能量那子孙呢 我不能让我的子孙不好啊 行道长我听你的我吃 他给吃上了 吃上活得好好的了 现在还九十七了 自己都能走路了 否则不说那句话他就死了 就这么简单 是不是啊 所以啊你们啊 一定要使你们的再生的父母啊 啊 在灵命中时要有正面啊 让他们能够欢喜的 愉快的 离开这个人世啊 不要有任何的这个不满啊 不要有任何的这个不开心呢 不要有任何的这种烦恼啊 对不对啊 真的要做到什么呀 死而无憾 你平常不孝顺他 日脑父母天天让他生气 天天让他那个啥 对不对 你想你天天让他生气 天天让他这个这个难受 他死了以后啊 他也保佑不了你们 那是个冤鬼啊 是不是啊 所以还有一种的 是吧 对人生失去希望了 跳楼了 喝农药了 上吊了 握鬼了 这种呢都是不好的 所以要对生命要尊重 你修学这个三元灾界 修学忏悔法门 修学断食恶修食善的 你首先啊 就得要怎么样 爱惜自己 每当报纸啊 电台上报告哪个小青年 又跳楼的时候 我是非常的痛心 非常的痛心 是不是 那真的叫做原鬼啊 那是孤魂之魄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要去做这些不好的鬼 人要什么呀 要寿终正寝 无病而亡 要修学这个三元灾界 修学这个忏悔的法门 要什么呀 灵命中的时候 一念纯真 就到了冬季天界救苦门天 不经地狱啊 一般正常的情况下 是什么 这个人一死了以后 气断了以后 黑白无常来抓魂 先抓到哪儿啊 先抓到土地庙哪儿啊 现在要跟土地也打个招呼啊 你们某某村某某那个已经 我们已经抓了魂了 其实跟阳间差不多 派出所要去这个村里抓 抓这个犯人的时候 先要跟春之书打声招呼啊 我们要抓谁了 他办了啥犯 咋了对吧 哎 然后呢 把这个人抓 把这个土地那儿一通报 通报完了以后 抓完了以后 借送到哪儿 借送到城隍那儿 他是这么一个过程 城隍那儿发落 发盼 最重的就要押服哪儿啊 押服到冬月大地那儿 就泰山 冬月大地 冬月大地那儿七十二四在审判 那一般正常的这个亡魂就是走这么个程序 啊 那你如果是修学三元灾界 修学忏悔法门 断食恶修食散礼 直接就上天了 黑白无常都不跟你见面了 你要走的时候直接蒙太 救库天尊 慈光就来接应了 啊 三元大地直接就云台上 山上放大豪光啊 广大汇立无边法险 就过来了 架酒器 行酒器清风 架五色祥云 就来接应你了 直接啊 很直接 黑白无常根本都不到 不到你身边 直接接应 直接的随愿就往上了 啊 也不见诸地狱恶下 你连地狱里面是啥情况你都看不着 啊 直接升天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 啊非常的重要 那么第四重地狱就是叫明领地狱 明冷地狱 这个地狱是在北方的 那极寒之地 说这个有明领地狱者 是有诸罪人 沉默秋寒之池 在一个非常非常冷的一个池子里 这些魂就在那里面 冰极双刃 冰极双刃 冲断金骨 百毒之池 以贯其上 五体凌落 心腹破坏 万劫 万劫受苦 不舍昼夜 这是明领地狱 这四个地狱了 东南西北 啊 东南西北 这四个地狱 再加上 这个东北 这个东北 东南西南西北 这是八个了吧 八个再加上中央的普普略地狱 一共叫九个地狱 这个九个地狱合起来的名字叫九幽地狱 啊 叫九幽地狱 按九宫八卦那个那个方向排的叫九幽地狱 就九幽狱十万狱君臣宰府 啊 这九幽狱就是这么九个狱 地狱非常的多啊 咱今天讲的这十八重地狱 只是介绍了大地狱 还有小地狱 拔舌地狱 啊 铁床地狱 铁碗地狱 糞尿地狱 啊 催磨地狱 鸭食地狱 还很多类 我们说的今天的十八地狱 十八 一十八重地狱 是指大地狱 啊 是讲的是这个大地狱 那么第五个地狱呢 叫货汤地狱 这个货汤地狱 是在东北方 东北方有货汤地狱 有诛罪人 身被铁插插入货中 五体坚主 四肢烂溃 农血臭灰 不可堪忍 万劫受苦 不舍周焰 这个货汤地狱啊 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啊 经常听到的下油锅了 啊 就下油锅在油锅里炸了 啊 不要 不要嬉笑啊 要深恐怖之心 俱味之心啊 我们过去做道场的时候啊 旁边啊 要挂十殿阎罗的画像 这个十殿阎罗的画像 下面就有这些地狱 啊 下刀上刀山下火海的 下油锅的啊 还有这个这个 这个报铜柱的等等等等 都有 为什么要挂这些画像做道场的时候 就是让众生 看到地狱恶相之苦 而生目天堂之乐 断恶修善 那是表法 不是吓唬你的 那是表的是法 啊 生前可惧不可惧 身后可惧才可惧 什么叫生前可惧不可惧啊 你生前害怕 人有时候胆小点还是好事 胆小了 这个人胆小 别人敢偷他不敢偷 他不是个小偷了 是不是啊 别人敢偷他不敢偷了 他不是个赌鬼了 哎 胆子小一点还是好的 胆子大了不好 是不是 别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 别人不敢偷的他敢偷 别人不敢赌的他敢赌 别人赌一千他赌一万他敢赌 那这个是赌鬼 倾家当他 所以胆子不要太大 胆子小一点 我们说的这种胆小是什么呀 说的是要为天道 要为天道啊 并不是说让你做事情 没有破例 那个胆小跟我今天说的这个胆小 是不是一回事 要为天道 要为因果 要为报应 道教的这个因果是自然因果 不是三世因果 自然因果是什么呀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这就是自然因果 你种了什么 你就得什么 所以这一从地狱当中啊 这个货汤地狱就是下油锅了 这个罪魂就下油锅 那么什么样的人要下油锅呢 生前做什么样罪的人要下油锅 我前面没有讲的这些 那都是属于十恶五孽当中的 要下这些地狱的 前面那四个地狱啊 那么这个货汤地狱里的这些众生 是造了什么罪才要下货汤地狱呢 杀害众生 断他人命 煎煮美味 遗劳一生 或自杀 或叫他杀 剑杀随喜 淡食众生 这种众生就要下货汤地 要下货汤地 那么最重的是什么 就是杀人 杀了人了就要下油锅了 在地狱里面就要下油锅 你在阳间的话 天网会会输而不输 对不对 你杀了人了 以命偿命啊 对不对 也免不了爱一枪 是不是 在地狱里你看还要受这个苦 要下油锅 第六个地狱是同住地狱 什么叫同住地狱呢 就一根同住 这个同住啊是空性的 在这个里面烧火 然后让这个魂呢就抱着这个同住 这个醉魂啊抱着这个同住 说东南有同住地狱大火猛烟有诸罪人手抱竹墩表里焦烂被父被浓愧万劫受苦不舍昼夜 啊 这就是同住地狱 这个同住地狱当中 这个同住地狱当中是哪一些众生要下下这个同住地狱呢 就是行邪兴取 单营爱色 执着深迷 离他恩爱 夺人重念 隔绝他家 犯着过去受 报同住地狱苦罪 那就是有一种情况的话就要下同住地狱啊 你比如说这个西门庆就得要下同住地狱 为什么要下同住地狱呢 这个五大郎跟潘经兰本来过日子过得挺好的 梁小口挺好的 他把人家给破坏了 破坏人婚姻的就要下同住地狱 啊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很多 啊 见他色美起心思之 对不对 啊 看到别人家老婆漂亮了 千万百计的想办法的 啊 变成自己老婆了 结果人家两夫妻离婚了 闹得不愉快了 这种人就要下同住地狱 啊 那你就会说啊 说楼道长这个地狱里谁都没去过 是 我也没去过 那去过地狱呢还得了 除非两种情况能去了 第一种是有大业力 那业障现前了要下地狱了 还有一种是有大神通 啊 得了道了成了仙了 对不对 对 你看那个哪儿 那个寥宅里面的那个 叫窦女奇渊里面 那个许道长 是不是啊 他一玩水了以后啊 因为我特喜欢看这些神话 啊 我为什么姓道啊 就是小的时候喜欢看这些 有很大关系 哎 他不知道这个窦家的这个奇缘 王魂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人家就有这个本事 他下了地府了 一玩水就 本来是玩这个 凉水就滚开了 滚开了他就进去了 进去了以后到了阎罗殿了 他见了阎罗王你看都不用拜的 你看那个演演这个 演这个辽斋的那个演的太好了 那个辽斋里的那个电视剧的那个 道士每个都是好道士 没有一个干坏事的 哪像现在啊 把那个道士演的一个一个都都不行的很 啊 其实道士没那么坏啊 是不是啊 当然有个别不好的 啊大多数都是好的 人家这个辽斋里的道士啊 没有一个坏的 那个许道长 进到那个地府城里了以后啊 啊 阎罗王就说了 徐道长你来我阎罗殿做生 我阎罗王我要翻看生死部 你看有道了他就可以去看分翻看生死部啊 是不是啊 现在楼道长没这个道 对不对 哪天我有这个道了 你说楼道长你帮我去阎罗殿翻翻生死部 看我阳寿有多少 咱现在还没这个程度啊 不要给我出难题啊 这个到了那儿了 他要翻看生死部了 翻看生死部 生死部一翻开就知道了 原来他的那个原配夫人啊 就是阳寿里进来 那么真正闹鬼的不是那一个 他就查明白了 那是有道的 他能够到地府当中 没有道的进不去啊 是不是啊 啊 所以 啊 地府当中 你们刚才就想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地府里面谁都没去过 那楼道长你在这儿说 啊这个地府里面 地狱里面是这样那样的 我们怎么相信 你怎么让我相信 我把人家老婆得了 我将来我就要下同住地狱 我要去抱抱那根同住 怎么来相信这个 你让我心服口服 我怎么来相信 我今日所说 非我所说 因为我也没去过 因为我也没去过 我今日所说乃是葛先文所说 啊 因为我影的这些所有的刚才念的 都是葛先文说的 是先文说的 那我深信先文所说是真是不虚的 那你要问我 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那我就说一句话 那我就说一句话好 你是宁可相信有呢 还是宁可相信无呢 是先文说的 是先文说了 说你把人家老婆夺了 你将来要下地狱 你要抱同住的 咱谁都没见过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为了保险起见 你还是相信有好 对你没有任何坏处 是不是 你相信我 那个世界咱都没去过 当你去了那个世界 一发现 果然一根同住在你面前立着了 你那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我们现在还都来得及 还来得及呀 所以你相信这个有 对你没有任何的坏处 只有好处 你相信这个有 对你的身心 对你的家庭 对你的各方面 都是好处 不是害处 另外我们要深信 我们的祖师 这些所有的神明 都是保佑我们的 都是爱护我们的 都是替我们考虑的 为我们着想的 为我们好 我们要完全 接受他们的教化 做一个政治的 善良的 诚信的人 善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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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